举字缩房产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021年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2022年我下定决心啊 就是我要花很多时间做举字缩房产 我要花很多时间跟大家互动 我有一个举字缩房产群 就进那个群的朋友都是提供了个人信息进来的 那我就想哦 这些人都把自己的信息都提供给我了 我要对他们好一点 那我刚开始想怎么对他们好呢 我就做了一些思想的视频 就不公开的 然后我就想哦在进我群的人 他们就可以看见思想的视频啦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我聊天啦 但是这个思想的视频有问题啊 就是说每次放到群里头 他们要找到那个链接才能点开 就跟公开的视频有的时候会 YouTube会帮你推 或你自己可以少到 相对来说就不太好找到 那我现在就想呢 我现在就把这些思想的视频 我觉得合适的 我就公开发表 那这一期马上大家听到的 我讲的一个亚特兰大飞机场附近的仓储项目 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期的思想视频啊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 那我实际上我就还是很想 对我橘子书方畅微信群的一些朋友好啊 那现在就说我换一个房子 从2022年开始呢 我会自己会做一些视频啊 我会请一些很有名的人过来做视频 我橘子书方畅微信群的朋友 他们有机会会提问 有机会会参加 那这是我想到的 橘子书方畅微信群那些朋友 我要特别的对他们好一下 那这一期呢 我2022年推出的第一期 那这是一个老的视频啊 实际上是2021年1月份做的 以后会有很多的机会跟大家 在YouTube上见 那这一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拿到的一个仓储项目 那我给大家讲这个项目 不是想介绍这个项目 我要是介绍项目 我以后会有很详细的资料出来 那这一期我想给大家分享这个 就是想教大家了解一下 我是怎么想的 我买这个项目 我自己想到的 我一些思路 我觉得我分享给大家 可能对大家有帮助 那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项目的大概的情况 但是我 我现在整个叙述 不是百分之百很准确的信息 因为我想分享给大家 主要是我的思路 所以里面说的数据什么的 可能上下 我都凑了个整数 为了方便计算 那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大概是8万尺 就是 是三栋楼 是仓储项目 我最近我要么做住宅 我如果商业 我可能就做仓储 或者是土地 我别的宅实先不做了 那是8万平方尺 三栋楼 大概是多少钱呢 我拿到的价钱是400万 大概是这种情况 然后这三栋楼是什么情况呢 它大概是这样 一栋楼 两栋楼 还有三栋楼在这 这是个大路 它这样能进去 这样一个仓储项目 大概在飞机场附近 平均我们假定 这三栋楼的面积 是一模一样的 实际上不一样 然后里头这栋楼呢 是百分之百出租 这栋楼呢 是百分之五十出租 这栋楼呢 是全空着 为什么这栋楼全空着呢 因为这个的owner 他一直试图想找一个大房客 刚好是能把整栋楼 用掉的大房客 所以他一直没找到 这样的房客 因为有可能是这样的 来了一个大房客 他可能会说 你这个面积不够 我想要五万尺 结果你才两万多尺 我不要 那还可能呢 来了一个大房客 他可能说 我就需要一万尺 但你这是两万六 我用不掉 我用不掉 你能不能租我一万尺 但是那个owner说 不行 我就想要找两万 两万六千尺的 所以呢 这是最好的位置 因为这是 这是路 这是最好的位置 但是这栋楼是全空着 因为那个owner 试图一直找一个 一下子能把它全租出去的 我们从来不找大房客 我们要看见这种空的 我们立刻就 按照小房客 只要你来 只要你想租 你用多少 你哪怕用一千尺 我们也给你 因为我们喜欢 一栋楼里头 我们喜欢有十个房客 我们不喜欢一栋楼里头 有一个房客 这是我们的做法 但是有的人 他为了省事 就是我一栋楼 来一个房客才好呢 这样我直接 跟一个房客去联系 我整个管理啊 什么都很容易 但是你找一个房客难度很大 刚好就能用掉你这栋楼的那个难度很大 还有呢 这一栋房客它会出问题的 它可能生意不好 它可能什么受影响 它会个人有问题 它会公司内部有问题 如果这个 这一栋楼它要有问题 这个公司有问题 它缩走 马上你的出租率就是 就是就零了 空置率就百分之百了 有这种风险 所以这是我这个 第二的情况 大概四百万左右的价钱 大概八万平方尺 那总共是三栋楼 那按照这样算下来的话 这个出租率的话 三栋楼的话 大概出租率是 百分之三是十 因为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零 这是大概的出租率 然后我们拿到这种楼了 我们就开始商量 因为我们under contract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禁掉 禁止调查 接下来我们要做贷款 那按照这个情况 现在我们能拿到的贷款 我们可能能拿到的贷款 总共四百万的楼 我们大概还要留出来 一百万去装修 因为这块空着百分之五十 这块空着百分之百 我们大概还要 留出来一百万去装修 就是招住和装修的钱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看成一个地儿的话 我们怎么买呢 就四百万 我们购买价是四百万 有银行愿意带给我们百分之五十 如果带给我们百分之五十呢 我们贷款的价钱就是两百万搞定了 那总共需要五百万 你贷款搞定了两百万 那资金呢 我们需要三百万 这是整个这个项目的情况 但是我们去拿这两百万的贷款 好不好拿呢 不好拿 因为这个Lander会觉得 这个楼可能有问题 因为你现在才百分之三十 四十的出租力 他会担心 要继续往下掉呢 可能掉到百分之二十 你可能就没有先进楼去还我的贷款了 所以如果是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这三栋楼一起买的话 银行说我最多带给你百分之五十 那我们想带的是百分之七十 银行说不行 我最多能带你百分之五十 那接下来呢 银行可能还说 我需要你个人担保 因为你这个限级流 我还是有贷心 你出租力太低了 你万一再往下滑一下 你可能还贷就有问题 所以我需要你个人担保 这是第二个要求 那第三个要求呢 我们可能会去问十个银行 可能有六个银行说 我不带给你 因为现在这种大环境下 我们还是有点担心 只有四个银行愿意跟你谈 那这四个银行呢 他可能会跟你说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 这种商业贷款 现在的贷款利率是四点五 那你这个呢 我们可能要送你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风险挺大的 你这个出租率和限级流 满足不了这个要求 所以呢 如果是这个 这贷款呢 他可能说 第一个 我们利率给你的是百分之九到十 第二个呢 他需要 有personal guarantee 你要个人担保 那这种商业楼的个人担保 我们不愿意做个人担保的 因为商业楼的个人担保 跟住宅是不一样的 住宅就说 你用房子做抵押 然后你个人担保 如果出问题了 房子给银行 你的信用下降 但是 如果是这种商业楼呢 你的 你的房子做抵押 如果你不还款违约了 银行把你的房子收走 然后呢 银行 你的信用下降 这个一定的 那接下来银行会说 你欠我两百万 结果你现在 我卖了 你的楼卖了一百万 那现在 你还欠我一百万 你是个人担保 他那一百万 继续会追我们个人的 所以一般商业楼的话 我们不愿意用这个人担保 那接下来 这个利率也特别高啊 然后呢 可能还不好贷款 别 普通的贷款的话 如果银行叫你添这么多标 那这个的话 银行可能会叫你添这么多的标 那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听了之后 我就跟大家说 我说我们有没有可能 把这分开 就这个 现在这个是 三栋楼是 它有一个passel 有一个那个text id 我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分成两块 然后我们负责购进的那个人说可以 这三栋楼本来各自都 individu d的是可以的 这是他 我先问他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是可以的 那我接下来说 那我就想把这做成一个项目 我把这做成一个项目 就是说这三栋楼五百万 我是做成两个项目 然后呢 我现在这个去贷款 我就问说 如果这 现在这是百分之百出租 这是百分之五十出租 那这两栋楼 它的出租率是多少 是百分之七十五 那我们这个楼的话 它的租金大概是十块钱一尺一年 就如果这个楼是百分之七十五出租的话 它的现金流足够高了 那如果是这栋楼 我们现在就光看这两栋楼 总共是八万尺 这两栋楼大概是五万六千七百尺 那这一栋楼大概是两万六千 两万六千多尺 那我现在就说 如果是光看这个 我们贷款会是什么情况呢 第一呢 我就把这两栋楼的价钱设成四百万 我就把这两栋楼 我买这三栋楼花多少钱 四百万 那我现在就把这两栋楼的价钱设成四百万 如果我四百万买这么五万六千尺的楼 那大概平均每尺的价钱是多少啊 是七十五块钱 那我这个租金是多少啊 每年每尺平均是十块钱 那像这种是仓储 那个租约大概都是triple night那种triple night的租约啊 就是做我们房东花费大概是多少 百分之三十足够了 所以平均每尺每年的净收入会有七块钱 如果我花七十五块钱一时买 就这个收益好不好 这个现金流银行会不会认 银行会认 那现在对于我这四百万的话 银行会很高兴 他说我带给你百分之七十的款 我给你的利率是百分之四 很可能啊 然后我去问十个银行 十个银行会说 来吧 我们想做你这个生意 因为这是一个很优质的物业 出租率这么好 而且这个百分之七十五的这些房客 在那个楼已经租了很久了 就是整个那个房客的质量很好 房客在那租了很久了 所以对于这个项目来说 我们能带到多少款 我们能带到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七十的四百万是多少呢 是二百八十万 然后我们付的利率是多少呢 是百分之四 那这个利率好不好呢 好 因为我们我们知道 我们大概这个现金流 可能大概是百分八百分之九 如果银行的利率是百分之四 他能把我们的收益提上去 就是银行这个杠杆 能起到这个杠杆作用 但是如果像上面的话 银行带给我们二百万 如果他要的利率是百分之九到十 那这个贷款对于我们 整个收益有杠杆作用 起到那个加杠杆的作用吗 起到了 他可能还给你收益往下降一下 因为我们的收益 拿到百分之九到十挺难的 但是银行说 你铁打不动 爱月要给我 连百分之九到十的利息 你爱月要给我这个利息 那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说我这两个项目 这两栋楼买好不好 好 因为我很容易能拿到贷款 因为我能拿到百分之七十的贷款 贷款利率特别好 我能拿到二百八十万 但是很可能啊 银行说百分之七十五我也带给你的 很可能啊 这是这两栋楼 那如果是这个成功的话 这件事可行的话 我拿到这栋楼是免费的 不花钱 因为我跟Seller签一个合同之后 我阿桑一个买家到这 我阿桑一个买家到这 所以我白拿了一栋楼 但这栋楼是空楼 我也要做的 因为是空楼 我要把它租出去 我不能在这个大街里面 我这两栋楼人进进出出 结果我有一栋空楼在这 这栋楼我得搞啊 所以呢 这是第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是属于什么项目呢 这个项目是属于 就是一个现金流的项目 我会可能说 大家投我吧 投我吧 我拿了两个仓储 办公那个办公仓储 你大家来投我 这就是从过户那天开始 你就会有很稳定的现金流 这是一个现金流的项目 那接下来呢 我可能还还跟大家说 我还有个项目 我免费拿到一栋楼 但是这栋楼呢 是空的 已经空了很久很久了 但是我有办法租出去 因为这块 这块是飞机厂 这是最好的地段 就在这个楼 它虽然是仓储办公室 但是我什么都可以做 就我在这开个餐馆都可以的 因为它就在这大路边 这个应该是相对于这两栋栏来说 这栋楼是最好出租的 然后别人没住出去 是因为他想找大房客 那我 我愿意小房客进来 所以我知道 我不会立刻把它租满 但是你给我一年的时间 我会把它出租率提到80%的 那第二个项目是个什么项目呢 第二个项目是一个100万的项目 也是一个仓储 这是一个Value I的 就是我们要做一些事情 我们要承担一些风险 我们花100万之后 这栋楼就值200万了 我花100万 我把这个空楼 我1000尺 2000尺 5000尺 花成小块去租出去 在这个楼租出去 那租出去我要花多少钱呢 我要花100万 整个这个楼的面积是多少呢 是26000尺 我花100万之后 大概什么概念呢 大概是花30多块钱一尺 花到30多块钱一尺的时候 我大概把这个房子能够租出去 我只要能租到75% 我这块只要租出去75% 这个楼就值200万了 至少值200万 因为这是200万 26000尺 平均每尺的价钱是75块钱 但是就像第一栋楼和第二栋楼 有一天我要出售 我去卖的时候 如果我真的租到10块钱一尺一年 我去卖100块钱一尺 我能卖掉的 很可能啊 我能卖掉的 所以这是我两个项目 这是我拿到这个仓储项目 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们现在大概就朝这个方向去推 最后有可能成 有可能不成啊 但是我就分享 我拿到这个项目 我自己想到的 我希望对大家有用 好 这是这期我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对你有用 举字所房产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